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月24号 那么今天要聊的话题我相信大伙都猜到了是吧 在去年的今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侵略战争 战争爆发之初吧 最起码前面一周 前面七天 全世界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目光 包括我吧 所有的博主 对吧 都把眼睛盯在了俄乌战争的上空 那么老王呢 是在盯了四天五天之后就不怎么盯了 只要乌克兰挺过前面一周就能挺一个月 挺过一个月就能挺一年 这个逻辑一直到现在看还是很OK的对吧 有些朋友留言说 只要老王一讲国内的事讲的都挺好 因为老王社会在国内 从来都是从底层视角去分析这个制度 这个社会以及这个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 那么一旦聊起国际政治啊 聊起战争啊 聊起国际关系 甚至我聊国际贸易都有人说 老王你不懂 对 我不懂 是不懂 瞎聊 瞎聊 纯粹个人观点 不然聊啥呀 老王又不是老师坐着要给大伙讲课 我只是在展示我自己的观点 这就行了 不然憋得慌 是吧 当然今天这期也不是要回顾一下历史 这一年哪个国家支持的多 哪个国家支持的少 乌克兰都做了哪些事情 泽连斯基都干了什么 普京又说了什么 对吧 没意思啊 流水账了 所以呢 老王觉得咱们还是就着这场战争 因为它是一个事实 而且没有结束 既然没有结束 就无法去盖棺定论 或者咱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去预测 怎样结束的这场战争 前两天我聊了一期 说是不可能用和平谈判的方式 来解决一场战争 我看还有很多朋友留言说 不寒而栗啊 有个叫非爷的 留言说 看完评论让我不寒而栗 发现竟然全是崇尚暴力战争解决问题 当然我不反对文明世界支持乌克兰抗击侵略者 一无止歌 迫使乌克兰回到谈判桌 但最终解决问题 还是得靠谈判协商平衡 我只想说 回看历史 无论是利益争端 宗教分歧 权力之争 无一例外 都不是单纯的战争可以解决的 我们反对武力解决两岸问题 不就是因为战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反而会创造更多问题吗 不喜误喷 理性评论 这个说的是非常好的 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是忽略了一个前提 我们说话一定要放在一个前提之下 朝鲜的六方会谈 把门店谈判 是基于什么呢 是基于为了维护和平 是为了减少死亡 减少伤亡 还是因为有一方 其中一方 并且这一方一定是过错方 也就是说 当年的金日成终于投降了 妥协了 因为已经退无可退了 美国大兵已经打过了平壤了 然后呢 过错方选择无条件投降 或者叫认罪了 这个才是拉回谈判桌 协商妥协谈判的第一标准 或者唯一标准 当年的二次世界大战 对吧 你不告诉我要回看历史吗 咱们先回看一下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 也是最后坐在谈判桌上 签署一系列历史文件 但是坐在谈判桌上的 唯一的标准 或者唯一的可能是什么 是大日本帝国宣布 无条件投降 他不投降之前 日本全民皆兵 反战情绪高昂 对吧 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然后呢 两颗原子弹投下去 死了大几十万平民 终于投降了 对吧 他不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场战争就必须持续 就不可能坐在谈判桌上 明白吗 在两颗原子弹投下之前 大日本天皇也是 梗着脖啊 我们可以谈判呢 但是谈判的条件是什么呢 现在日本占领的 所有的土地 所有的领土 全归我们日本 其他的国家 其他的民族 被我们统治占领的地方 必须放下武器 放弃抵抗 然后咱们就谈判呗 对吧 可能吗 有可能吗 现在的俄罗斯不也是这样吗 从战争爆发的 第七天就开始 战争一个月之后 在什么 法国 德国的促成之下 进行了一次会谈 这场所谓的和谈 俄方的态度非常坚决啊 不但要求乌克兰 放弃这个克里米亚主权 放弃卢干斯克和 顿涅兹克的主权 承认这两个地区的独立 并且泽连斯基这届政府都要解散 明白吗 由这个俄罗斯来选派或者指派啊 一个新的政府 那你说这种和谈怎么可能或者有没有可能进行下去 对吧 所以你只看到了一个结果 是没错 历史上所有的争端 所有的战争 最后都要坐在谈判桌上来解决 但是解决的前提是过错方必须认错 必须投降 而且是无条件投降 并且还要给非过错方承担战后重建的资金 明白吗 罚款 日本当年交了多少罚款啊 对吧 哎 当然这个对中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大手一挥也不要了 终日友好吗 没有日本的侵略 我不可能成功啊 哥们朋友合作伙伴 对吧 所以咱们不要看问题啊 只看一个结果啊 中国的这个媒体不就总爱干这个事吗 什么环球时报人民日报包括新华社外交部 他从来都是只看结果 放弃过去 他只给你一个标准答案 这个标准答案就是无法促成和谈的原因 不是俄罗斯不想谈 俄罗斯天天喊着谈啊 就是你泽连斯基 死活不肯放弃抵抗 死活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对你这段留言的一个一个回复吧 其实挺好啊 其实你的留言挺好能代表很大一部分人啊 当然能够说出来的就比光看不知声的那帮人要强很多 是吧 表达自己的观点 咱们交流嘛 还有一个是 肖恩 肖恩记 给我留言说 老王说的也是理想中的乌托邦 你希望美国支持力度再大一些 道理没错 有能力的人就有责任 可站在美国老百姓的角度上 又是另外一句话 凭什么呀 即便从道义文明 人性 政治 经济各个方面 长远来看 都是对的 可老百姓不是政治家 不是经济学家 更不是慈善家 他们看不到也看不懂 民主国家的政府不是为正义服务的 而是为选票服务的 我身边就有一人一边支持乌克兰 一边骂油价高的 也有不喜欢乌克兰的人 重点是他们手里的选票 有 且只有一张 自由之花需要经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来浇灌 想要让俄罗斯这个独裁国家走向民主 主要还得靠他自己的国民 这个会很漫长 也会很血腥 听起来很悲凉 但或许现实就是这样 中国何尝又不是一样呢 如果是美国人通过武力消灭了这个独裁政府 在他们眼里 美国就是弃略者 爱国者就是叛国者 我们不说鲁迅笔下的血馒头了 老王 你一直吐槽你之前做慈善史的事 那些被救助的人反过来骂 甚至打施救者的事 少骂 这个世界是可悲的 只有相信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心里才会舒服一点 的确 老王一直吐槽之前做慈善史的事 也跟大伙分享过 每次做完 被骂得快碰溃的时候 跑到大半夜 跑到洗手间里 对着镜子骂 你这傻逼 你这傻逼 以后再做 但是呢 下次有事的时候 摸着这里 或者基于自己的理念 理想 还是会做 叫淡行好事 莫问前程 为什么要做 我觉得 我有一份责任 这份责任是哪赋予我的 是我相信的理念 是我拥有的理想 当然也有 说是大家的信任 我拥有很多的粉丝 读者 观众 我在这个社会上拥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时候 这就是我认为我该承担的责任 你不能光赚钱 不承担责任 对吧 你拥有这么多人的信任 那么这个信任就不是商业信任 而是社会公信 所以当你拥有了社会公信力的时候 社会影响力的时候 在发生某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必须站出来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一份责任 这个就是我去做公益 被骂 被打 但是我还要去做 反反复复来来回回 对吧 就做了这么多年 这个就叫责无旁贷 对吧 当然你说老百姓可能会不理解 凭什么呀 是这样的 但是老百姓能理解的就是自己身边的东西 我是纳粹人啊 你凭什么用我纳粹人的钱去支持这场战争啊 去支持一个与我 我们那么远的国家呀 对吧 那么在这个基点之上 咱们只讨论纳粹人的钱 从小老百姓的视角去讨论 一颗导弹炸死普京的成本是最低的 老王一直说这件事 无论是伤亡还是损失 它是最简单 最粗暴 最直接 最便宜的 最廉价的一个手段 而且是可以在最短时间内结束这场战争的唯一选项 咱们在算账 你别想着别的 说是什么 是不是暴力 是不是不符合文明的认知 是不是太野蛮了 不考虑那个 就考虑老百姓算账 你不说了吗 老百姓的角度上 他不是政治家 也不是经济学家 他只能考虑到自己身边的东西 你让这场战争持续了一年 要花的钱 可比斩首要花的钱多几十倍 几万倍呀 在你有权利支配纳税人的钱 怎么花的时候 你为什么选择了一个最贵的 这是小老百姓或者选民该考虑的吧 因为你花的每一分钱 无论是给武器还是给钱 都是纳税人的钱 对吧 这两个角度 你只要想通了 你把钱想通了 也就是说 咱们考虑事情的时候 谈钱 不谈别的 咱们只谈钱 你把其他跟钱无关的东西 全掺杂进来 那你永远聊不清楚 对吧 当然后边你那句 这个世界是可悲的 只有相信可怜之人 必须有可恨之处 心里才会舒服一点 这个只能说是 咱们安慰自己的 就这一帮逼养的 或者这个民族不可救药啊 他们就该遭这个罪 不活该 很多时候 我看他们 那些种种表现吧 我都恨得慌 我也骂 但是呢 这只是骂 骂归骂 真正有事的时候 不然我们坚持什么了 对吧 我们还是要站出来 还是要做一点事情 不但是坚持 是要践行自己的理想 光坚持 光喊没用 不如你践行一点点 叫践行 哎 没事 松松土 明白吧 还有一位叫阿诺德的 阿诺德里 老王关于制裁 加重人民苦难 这点不敢苟同 这些人民的苦难 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或主动 或被动的选择 那么每个人 都必须为自己的懦弱 和奴性付出代价 雪崩之下 没有一片雪花 是无辜的 制裁就是要达到 让老百姓民不聊生的效果 让其国内矛盾爆发 最终让懦弱的民众去选择 是在沉默中爆发 还是在沉默中灭亡 如果这些羔羊 宁愿灭亡 也不想呐喊 那么还有什么 值得拯救的吗 说的没错 跟前面那个 笑爱说的 和老王平时说的 完全没错 那么 制裁 加重人民苦难 这是一个事实 它并不是我的观点 明白吧 你这个想明白了 就知道了 咱们想的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我并不是把制裁 会加重人民苦难 当做一个观点 去推断什么 它是一个事实 所以你这个留言 并不是说 关于制裁 加重人民苦难 这点不敢搞同 你是在论证 论证老王 说的是个事实 那么老百姓面前 摆了两条路 是在苦难中爆发 还是在苦难中灭亡 需要他们 怎么选的时候 我们应该干什么 不是说 这波羔羊 不值得拯救 是我们应该干什么 去让他们 更清楚的 或者让更多的人 知道自己该怎么选 是选择爆发 还是选择灭亡 对吧 其实这个也是 老王特别反对 甚至特别反感 合理非的一个 逻辑激烈 当普洛大众 需要在爆发和灭亡 这两项 两个选项 向进行抉择的时候 你们还在喊 我们要和平 理性 非暴力 我们要文明 那其实你就是 在告诉普洛大众 再忍一忍 老乡们 再忍一忍 好日子还在后头 是吧 那么其实你就是 在告诉他 不要选择爆发 不要选择爆发 对吧 这么说 大家是不是就会 更明白老王 在说什么呢 没事 松松吐 朋友们好 我就麻一锅 中文字幕后 中文字幕后 中文字幕后